东北网红大姐团队有多牛 不签和解协议 我怕我都活着离不开本息 老凯啊 好莱坞欠你个小惊人 直播演技堪称逆绝 鳄鱼的眼泪是因为以后不好骗了吧 你哭得好无辜的样子 我都心疼了 你拿刀顶在我们肚子上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那么狠 大家都听见了吗 这就是网红大姐的老公 打我们先不过瘾 喊手下把刀拿来 然后手下就把刀拿来了 当时顶在我们摄影师的肚子上 不让我们动 动就扎我们 然后像审犯人一样审我们 你这打人的时候打得最狠 你都敢拿刀威胁我们 你都多狠了 直播间你哭得像吃奶的孩子一样 和解协议怎么签的你心里有数 不签和解协议 我怕我都走不出本息 我现在不想和解了 明天我就向本息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和解协议我不认可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站出来说话 是为了给中间人留个面子 不想让彼此太难堪 另外也真的不想把你打到消失 只想给你个教训和提醒 希望你们能够改正 但你们的态度 不光没有改正 还反口无限我们要你三十万 请你把和解协议全部发到网上 让大家看清楚 到底是你主动自愿给的 还是我们从你要的 你不发 我发 你为什么想给这三十万 你心里比我清楚 不要以为你给的这三十万 我们稀罕 没瞧着起你那几个破钱 你售卖假货 应赔偿我的金额就是十多万 相当于你拿出来十多万 想要摆事 让挨打的人都闭嘴 不要对你造成影响 不耽误你继续骗钱 这才是你真实的目的 七八个人的团伙 打人 还动刀 按照法律规定 已经涉黑涉恶 你给的钱 我们本不想接受 也不想此事就此拉倒 是因为我懂人情事故 给中间人面子 选择沉默 给你一次 重新玩互联网的机会 但是你现在 说我们敲诈勒索 请你拿出法律依据 我们将对你的话进行记录 并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另外 你们家销售的 没有红薯的红薯粉条 二次检色 木薯是虫白色的 你的粉条 哪里来的颜色 本来退一赔三 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回我必须让你们退一赔十 要不然你不长记性 老款 别演戏了 戏 该杀青了